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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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很幸福 在這裡 大家分享 一個發力的觀念 我們剛才看到的 現在影幕面上看到的 這是我們的大家庭 就是我們的皇帝 我們金上天皇 有的是說 天皇陛下都沒關係 這是一個純青 現在我們就是看 我們國家的 年紀是皇祭 2674年 萬事一世的皇帝傳承 現在是第125代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 我們左手邊這裡 左邊這邊 這邊這邊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皇居 裡面現在住的這兩位 就是現在看到的這兩位 不是那兩隻鵝 大家要稍微看一下 OK 下一個 回歸正題 今天的題目是 台灣法理 法理台灣 本人叫溫成智 出生在昭和47年 初級班第13期 高級行政班是第一屆 好 那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台灣民政府官網 那這幾天 就是3月20號的台灣短評 我知道今天有幾位 就是可能對我們台灣話 台語聽到沒有 沒關係我就講普通話 那台灣短評裡面有講到 國際法的法律位階 它裡面講就是說 這個 這個短評最主要重點 就是說 Make no mistake 就是不要誤解 因為有些人 很多人 對自然法 萬國公法 國際條約 甚至美國憲法的那個 位階 很搞不清楚 那我們現在做 講解一下 這國際法中的法律位階 整理下的規則 它第一個就是說 the nature law 就像 第一天我們 第二天 就是昨天 昨天有一個那個 蓮先生講的課 他裡面講的 地球法 那這個 the law of God 就是自然法 自然法就是等於上帝 天生以來 就是一個自然法則 這是全球最高的一個 一個法則 再來是 the law of nations 就是萬國公法 再來是 the constitution international treaties 這是所謂就是 國際條約 那 位階來講就是 1 2 3 在不可逆行的法律 體制內 位階較低者 不可抵觸位階較高 這屬於通則 反之 位階較高 不需要 屈就位階較低法 這也是通則 譬如說 自然法 它不可以 屈就於萬國公法 那 條約的話 就是跟萬國公法 抵觸者之以 萬國公法為主 這是 那個 3月20號 台灣短評 我們台灣民政部官網的一個 一個 最 那個資料 這是我們要看文章的話 每天要養成習慣 要上去看 這是我們秘書長 跟大家分享一個 台灣短評 第24 旺季是最殘酷的酷刑 日本已經旺季1895年 對清國戰爭取得的領土 忘記1922年 華盛頓海軍裁軍公約 規劃的責任區 忘記退出國際聯盟的原因 忘記1941年12月6號宣戰的原因 忘記臨時戰績 忘記七身報國的神風特工隊 忘記禁國神社櫻花樹下的約定 忘記一切的一切 甚至忘記自己的名字 這69年來 我們大概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目前台灣 甚至整個大日本帝國 國境 日本國跟台灣 我們發生很多的事情 不斷的歷史累積下來 我們會發現說 我們是不是都已經忘記自己原來的身份 為什麼 因為我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 我們天皇陛下宣告投降 向盟軍投降的時候 我們的所有的命運就這樣改變了 但是我們的身份 身份為什麼會現在這樣子 因為是被管理狀態 被調起來了 所以跟皇帝一樣 是處於沒有辦法確定的未來 你可以聰明一時 絕不要糊塗一世 昭和天皇陛下室在大政十年 也就是1921年 成為代理天皇陛下職務的摄政王 當時是大政天皇 大政天皇那時候 天皇陛下室身體上有一些狀況 必須說 請摄政王來代理處理國事 1923年來台灣的 不只是日本的皇太子 而是代理天皇職務的摄政王 可稱為皇太子摄政公 董事長的代理職務者 不只是董事長的兒子 代理職務者有權決定公私決策 所以當時的摄政王 可以決定國家的重要大事的權利嗎 絕對有 那董事長的兒子沒有決策權 身份可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上維基百科 去看昭和天皇的資料 你可以來看一下詳細情況 1901年4月29號下個月 的生日出生在大日本帝國東京府東京市 立為皇太孫 受乃木西典的嚴格教育 乃木西典它是具有一個七身報國 七身報國的一個人格教育 所以他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老師 所以當時就是明治天皇 明治陛下對乃木西典的重用之音 就是他有那個忠誠之心 那當今我們所知道的一些知識訊息 就會有一個疑問說 大日本帝國是怎麼樣一個國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是否已經亡國 那現在日本國是大日本帝國嗎 什麼叫絕對君主制 什麼叫二維君主制 誰是大日本帝國的護長 來看一下 我們看到這個這一面旗子 是大日本帝國的旗子 它裡面是日之丸 日之丸顏色是紅豆色 紅豆色 不是亮 你如果看到是亮紅色 那個是日本國的國旗 那國體政體憲法是明治憲法 明治憲法就是大日本帝國憲法 第一張天皇 我們看到第一條第二條這樣下去 其中的第四條 天皇是國家的元首 它有所有的全部 縱攔整個國家的統治權 那這是整個憲法的重點在這邊 那跟日本國現在的和平憲法 不一樣的第四點這邊 來看一下 日本國的憲法 第九條它修改掉了 改成什麼 放棄戰爭權 它原來大日本帝國的第九條是宣戰權 日本國的國旗跟大日本帝國的國旗不一樣 我們剛剛可以印象當中 稍微對照一下 它是亮紅色的 這是日本國的國旗 政體不同 和平憲法改制明治憲法 從明治憲法第四條跟第九條 就是天皇是國家的元首 第四條 第九條是宣戰權 改成放棄戰爭權 那效忠對象不同是虛偽效忠 因為虛偽效忠就是二維君主制 那大日本帝國憲法的制度是什麼 絕對君主制 領土的範圍不同 只有北海道 本州四國跟九州 大日本帝國國土範圍 比日本國的領土範圍還要大 那安倍登有講過 在2020年修憲完成前 日本國仍然是處於不正常的國家狀態 跟台灣目前是一樣的 因為現在日本國它有左派 左派是主要是由韓國人 在裡面 在日本國裡面它有 將近一百萬人在裡面 當時和平憲法開始的時候 它主要目的就是讓整個大日本帝國 沒有辦法在短時間崛起 變成世界一個隱憂 所以當時盟軍為什麼這樣安排 就是說在台灣安排兩百萬人 日本的那個中國人 那在日本國國境裡面 就是現在的日本 在裡面就安插了一百萬的韓國人 它主要就是讓整個大日本帝國 沒有辦法在短時間崛起 那大日本帝國憲法簡介說 大日本帝國憲法是日本基於近代 君主立憲而制定的首副憲法 公佈於1889年明治22年的2月11號 並於1890年明治23年10月29號施行 該部憲法也被稱作 明治憲法或帝國憲法 我們就是這樣稱呼 那日本國的憲法它就是說 不正常的一個稱呼 它說舊憲法 暫停憲法 所以他們日本國我們現在有看到 他們網站它寫什麼 舊憲法 暫停憲法 那是不正常的一個說法 正常是應該要稱呼 明治憲法或帝國憲法 值得注意的是 就是儘管這部憲法名稱中 代我大日本帝國的文字 我們剛才開頭有看到 但是當時呢 不是日本正式的國號 是一直到昭和11年 就是1936年 在黃明化的前一年 日本的國號才正式統一稱為 大日本帝國 那我們看到 明治憲法的造書 跟帝國憲法的本文 由帝國 由昭和 就是那個 由陛下的造書 頒布之後 帝國憲法才可以施行 它那個大日本帝國的憲法 跟我們印象當中 憲法是不是要有一個 總統還是什麼元首之類 在憲法上面簽名 或是做聲明 憲法才可以做施行 不一樣 那君主立憲的國家就是 你由那個 陛下的造書 他下造書之後 整個帝國憲法 才能夠整個施行 因為絕度君主制底下就是 這由帝國議會所制定出來的憲法 必須經過 陛下 下造書之後 整個憲法才能夠施行 大日本帝國的憲法 一共有7章76條 所以陛下的造書 跟帝國憲法來講 他的權力 比憲法還要大 那我們知道就是 1945年4月1號 就像早上那個 班長周天生在這邊講 說我們1945年4月1號是什麼日子 對 行憲紀念日 行憲紀念日是 由我們知道 和陛下頒布行憲造書 所以很特別一點就是 我們本土台灣人 在1945年4月1號的時候 我們不需要經過選舉 也不需要經過帝國議會的允許 直接由 昭和陛下的 行憲造書 施行在兩個地方 一個是朝鮮 另外一個是在 那個我們台灣 台灣的話 基本上就是 我們大家 經由 陛下的造書 不用經過議會的允許 直接就 進入 納入到 大日本帝國的成名 所以我們現在 身份為什麼 還是保留在成名的位置上 因為 因為有 昭和陛下的造書 可以做證明 那現在 日本國呢 他們的身份是 國民 國民 因為他們的 政體已經改變了 現在是 使用的是和平憲法 跟我們的憲法是不一樣 我們憲法 我們雖然是現在是根據2009年4月7號 所得到的 五項判決 就本土他人沒有國籍 那為什麼沒有國籍 是因為被 懸置狀態 受戰爭壓制 懸置起來的一個權力 那 大日本帝國憲法檢介裡面有 第73條 日本國的憲法是 經由第73條的修正案 換句話說 日本 日本國現在憲法是 大日本帝國憲法的修正案 根據的是第73條 他 規定修改成績 全面修改 成為面貌一新的日本國憲法 日本國憲法在1946年11月3號公佈 自1947年5月3號開始施行 那日本國憲法 第98條第一項 在大日本帝國憲法前提下 成立的法令 與新憲法相違背內容 與大日本帝國憲法同時失效 那就是說 只要沒有違反新憲法 那就有個法令 譬如說大日本帝國憲法 他在日本國裡面的事情 只要沒有跟新憲法衝突 那依然是有效 就像台語講說 新憲法不疑 古憲法不疑 新舊相衝突 是以新的為準 那日本國憲法簡介裡面 就是說 日本國民 他是因為要跟 原來的那個政府 日本政府 就是 他是因為 戰爭嘛 造成了一個 整個國家的一個 戰禍 那他就要化新界限 就是說 他把 那個修訂憲法之後 變一個新的一個國家出來 那制定本憲法 那因政府行為 才讓主權屬國民 那這裡的主權呢 指什麼 主權 管理權 也就是管轄權 那我們知道就是 他的主權 所有權在哪裡 在 天皇陛下那邊 他的所有權沒有變 那日本國憲法 新憲法裡面有 11章103條 修憲後 日本新憲法 重點在於 第9條 放棄宣戰權 那增列了西方普世價值 自由平等觀念 跟男女平權 大日本帝國 與日本國憲法史 與台澎群島的關係 大日本帝國 The Emperor of Japan 戰敗 但是沒有滅國 大日本帝國憲法 因為戰敗 被佔領者美國壓制 而並沒有取消 台澎群島沒有因任何有效文權 包括 舊金商和平條約 脫離大日本帝國架構 而是日本國 這個日本國 脫離大日本帝國架構 提早獲得自由 那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 台灣澎湖 我們這些台灣人 是現在什麼情況 就是背負戰爭在 留在家裡 我們是唯一的護長 1972年5月15號 琉球民政府 因為帝國台澎群島 被佔領 無本土政權 只能加入日本國 提早獲得自由 就是這樣和平條約 只局限於新縣之地 就是日本國的地方 那 目前呢 大日本帝國主要政體 是台澎群島 台澎民政府 那台澎群島 目前是大日本帝國 唯一的護長 日本國 琉球群島 北方四島 租島 新南群島 並均為 大日本帝國台澎群島 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本土台澎人才是 正在日本人 純正的大日本帝國的皇民 至今 在正義獵獄當中 當奴隸 償還大日本帝國的戰爭賽 尚未簽署和平條約 那 那個 原來的總督府呢 原來的總督府在 1945年10月25號 被 那個 中國軍事政府的 代表陳怡 把它解散掉了 那並沒有代表說 台灣整個不見了 也沒有說把主權交給中華民國 都沒有這回事 因為是沒有辦法把 大日本帝國憲法施行 所以我們 目前的身份 是沒有國籍的狀態 是完全符合法理 那大日本帝國的國境 日本國的範圍 北方四島 朝鮮 還有日本國的範圍 沖縄 台灣 新南群島 還有一個地方 就是南極 南極那個地方 目前的宣誓權 還是保留在 天皇陛下那邊 那是根據 舊金山和平條約 第二條 一款 是日本政府放棄 放棄管理權 可是 所有權跟宣誓權呢 他的宣誓權 仍然是保留在天皇陛下那邊 所以南極跟 大日本帝國有關係嗎 有關係 那為什麼現在 日本國要修憲 跟沖縫 要趕快回來 大日本帝國呢 因為在南海 有發現到 全球 蘊藏量第一名的 可燃冰 可燃冰就是 細菌呼吸之後 那個甲烷 經過高壓 大氣跟海水 高壓之下 產生的 那個非常 濃度非常高的一個燃料 然後再來是 運含量 僅次於波斯灣的石油 所以在我們家裡的後院被發現了 所以 以前的大哥 跟二哥 他出去了 搬出去了 那現在 不好意思他們回來之後 我們是護長 雖然過去他們是大哥跟二哥 可是回來 他必須要經過我們護長 而且要經過我們的護長 來做主要分配權 那1905年2月22號 大日本帝國的主導日 那我們在網路上 臉書上 有看到說 日本國主導 不好意思 我已經從 2月22號已經呼籲了 日本國請你要 好好讀書 從安倍開始 他是大日本帝國的主導 Takashima belongs to Emperor of Japan 詳情要看哪裡 新台灣論 第79到88頁的內容 有講到Takashima的問題 大日本帝國的日之丸是什麼紅 那有日丸國旗的國家 有柏流 孟加拉 遼國 尼日跟日本國 如果大家 可以研究的話 可以上維基百科 去看一下 那個這幾個國家的 國旗內容 他都有日丸 那日本國的日丸跟 大日本帝國的日丸 一樣紅嗎 我剛剛看就知道 來 不一樣 紅豆色跟鮮紅色 拿色卡來比對 日丸顏色 兩不同 尊貴的明治大政 昭和三位陛下 建構完整的台灣主權 大日本帝國 大皇帝陛下 根據萬國公法 逐步完成台灣主權的建構 189年的下官條約 擁有台灣 那是我們的皇帝 擁有台灣 花了七年的功夫 來使用武力征服 因為那個時候在1905年 大日本帝國有參加一個世界的會議 他聽從美國的建議 美國就是當時在西部拓荒的時候 他是經由武力征服 把印第安人征服了 然後納入國家的管轄 那一樣同樣的方式 那這個武力征服呢 他這西東邊的地方呢 他不是沉到海底 他是高砂 高砂族有很多部落在裡面 那武力非常強大 親國 嵌共 他沒有辦法去做武力征服的動作 因為我們知道 親國他的武力很糟糕 他沒有辦法去做 跟像大日本帝國這樣 黃軍很厲害 就 一下子就把他征服了 其實清國 日清戰爭我們也知道 加入戰爭嘛 那 大日本帝國跟清國戰爭 才沒幾天而已就結束了 這樣一試就知道 那 這也代表說高砂義勇軍這個名字 也是 得來不易 就是這麼來的 那1937年黃明化 為什麼叫黃明化 黃明化是一個很好的運動 就像說我現在講的話 各位都聽得懂 看了字看了懂 這是什麼 這是一種童話 童話就是說 一個 政府甚至一個國家 他要把他的政令政策 經過文字跟語言在講的時候 就必須要做這一方面的功夫 那我們的國家有專有名稱 他叫做黃明化 黃明化運動是一件好事 不要像中國殖民政權 台灣自己當局說 黃明化怎樣 會在做黃明 好像在汙明化嘛